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逐步形成 我们当成立初期 首先把工作中心放在城市 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 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但当时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当时的中央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 发动南方起义 秋手起义和广州起 接连遭受失败 秋手起义失败以后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 首先指向了农村 并在这一过程中 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到了1928年10月和11月 毛泽东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 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 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道路理论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 毛泽东针对党类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 回答了红旗到底打了多久的疑问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文字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 那种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 渴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 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 已经看得见 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他是离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已见光芒似射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他是躁动于母祖宗的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 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 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和不平衡性等特点 进一步丰富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 到了1938年的11月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 首先分析了西方国家的革命道路 他写道 在资本主义各国 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 那里的条件是 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 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外部没有民族压迫 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 基于这些特点 资本主义各国的无采集政党的任务 在于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 教育工人 升息力量 准备最后的推翻资本主义 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 是利用议会讲坛 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 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 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 非战争的 在战争问题上 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 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备 自己所有的战争 只是准备中的国力战争 但是这种战争 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 不到五彩阶级的大多数 有了武装棋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 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协助五彩阶级之时 棋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 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 又是首先占领城市 然后进攻乡村 而不是与此相反 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所曾经这样做 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紧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 他说中国则不同 中国的特点是 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 半封建的国家 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 而受封建制度压迫 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 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因此 无议会可以利用 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 共产党的任务 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 以进入歧义和战争 也不是先战城市 后取乡村 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从此以后 共产党将经过长期武装斗争 先战乡村 后取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作为革命道路 确立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